即將阿譚,草猛,見了阿譚 歡迎 哈囉,哈囉 好久沒見 大家這麼說,恭喜發財 新壯力見,有蘇老闆在這裡 蔡一傑和蔡一致 三隻草猛就派新歌 唱片公司跟我說的時候 約了下星期訪問,我們即將派新歌 是嗎?他們可以演唱會了 其實是出我們最新的國語轉輯 我們從創作過程開始講起 你們是怎樣想的?有什麼想法? 你的國語轉輯 很多想法 因為很久沒出 還有,好像現在不太流行出大碟 很奢侈 先說這個,大家不太流行 我們想做一件大家不太流行的事 然後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因為現在的人是流行做幾首歌EP 或者是Digital Single 單曲賣 以前我們做唱片 那個想法就是 有幾個主打歌 然後有些所謂的Size Cut歌 應該不打 但是日後那些又會變瘡開為主 以前的想法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歡 最喜歡的音樂 這次不是了,全轉了 十隻都是主打 十隻都會主打的時候就很完美了 這件事 沒錯 真是這樣的想法 還有十隻都是創作 沒錯 創作的意思是你們每人分了一些quota去做 還是怎樣呢 首先 蘇智威已經很多年都沒有創作歌曲 但是這次我們兩兄弟都逼他創作了一首 不是的 他也有他的天分 告訴你 是 逼你的 總之他有一首 到我哥哥 坐一致 最新的派台作品就是我哥哥寫的《完美》 加上另外兩首有三首作品 我自己坐一致就有四首作品 一加三加四 是八首 還有兩首 兩首就是 一首就是王遠慈 另一首就是周杰倫 周杰倫加草猛 別人忙於結婚和臭小朋友 都幫你們寫歌 不是怎樣 當然 我現在聽聽 他幫我們寫歌 你們自己創作的 我慢慢問 譬如王遠慈和周杰倫 怎樣邀歌邀回來的 周杰倫是有一次在香港 他開演唱會 以物易物 對 在香港開演唱會 就請了草猛去做他的嘉賓 我們當時做完嘉賓之後 唱完之後就在台上 跟萬多個觀眾說 喂 周杰倫 我們做國語歌 可不可以幫我寫一首國語歌 當時呢 在台上有這麼多人 我說做你的嘉賓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 他也是很樂意的 不過他也不是很開心 大家的合作 因為他有周杰倫的風格 還有再加上草猛的風格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合作是很成功 還有很愉快 那王遠慈方面怎樣 其實他也是很忙 他拍電影又要結婚 王遠慈呢 王遠慈呢 我就生氣他 生氣他很久了 為什麼生氣他呢 因為呢 很久之前 彩杰倫自己出過一首solo碟 幫彩杰寫 十年前 那你真的愛他 不愛我們三個 你一定是愛他 那時候是你還沒出碟 我先出碟 那我就說 喂 那不行啊 你只是跟他拍拖不行 現在趁你結婚之前 那時候你還沒結婚啊 趁你結婚之前 跟他三個拍一次拖 他就馬上說 好啊好啊 我就 不知道你們會喜歡什麼 我說不如這樣吧 你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 因為到時呢 反正我都不會用你的編曲的 哈哈哈哈 你真的 有蛋白 因為我說 我們通常都是 喜歡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煮菜的 我們是廚師來的 拿了材料 我們歡迎不同的材料 就是這樣 我問你行不行啊 我說 或者我們改你的歌 可能改你的音樂 你行不行 他說 嗯 你們是前輩 你們說什麼都行 那我們一起玩 好啊 接著到蘇老闆 這麼久沒出生 是自己舉手 我也有點貢獻 還是 我聽到 他們是惡霸 是不是 都是用差不多的手法 我兩兄弟是惡霸 差不多的手法 逼你要寫歌 即是你覺得創作是否可以逼 我逼你今天要寫一首歌 你會不會寫一首歌 寫不到的 但是你說 我做西裝 我會不會要撥一些時間 因為時間分配也是一樣 有沒有靈感也是一樣 蘇老闆的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太久沒有出過大碟 實在是 都餓了 已經是餓了 我想 這麼久都沒有出國語大碟 都應該自己寫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出來 所以就在這裏 十隻裡面 佔了一首歌 可以給我寫 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 其實你給了十隻歌 對 我們給了十隻歌 我多不想寫 知道嗎 如果是寫孖碟的 我們是 那麼久沒有創作 對於你 要重新這件事 難度高不高 或者自己怎麼幫自己 都… 你說難又不難 又說容易 也不容易 不過我想始終都是 因為 這十多年來 都專注在舞台上唱歌跳舞 我都不是標榜自己是一個創作歌手 他兩兄弟當然有很多創作 我自己不是一個創作歌手 我專注在舞台上表演 所以要重新作曲 其實要有些時間 所以我其實做這首歌 都算很久 都算很久 都三年的 在這首歌上 唱一結就負責四首歌 除了這首 另外一首 我自己主唱的 讀唱的 就是 我從來都沒有寫過這個題目 這次是第一次 就是寫媽媽的 我自己寫的時候 都挺觸碰的 因為我自己作曲 自己填詞 尤其是填詞的部分 我正在填的時候 填到最最後的兩句 我真的哭了出來 每逢我填完之後 幾次 我都有哭的 自己都很感觸的 那哥哥看到這份歌詞的時候 那個感受 我不是拉仔 所以沒有所謂 是拉仔才有這種感覺 不是 因為我媽媽很早 就離開了我們 然後 也有一個思念 我突然看她這份詞 就覺得 對 我從來都應該要做一首 這樣的歌 給她先做 真是氣死我 好了 現在這首派台歌 留在最後講 是蔡一智的作品 夏智負責填詞 這首也成為你們專輯的第一支主打 要選出來 是第一支 背後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沒有壓力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都說十隻都是主打的 其實是看先後次序的意思 其實是抽籤 這樣 就是大家 大家覺得 隨便吧 隨便選一支 抽到這支 不是的 我推介這支歌的 我很刻意地推介這支歌的 沒有私心 我沒有私心 不是選擇自己的創作 因為我都是 未必一定要推介這支歌 我覺得這支歌是幾適合我們草蠻 很久都沒有出貴碟 所以這支歌 我覺得是讓大家聽回草蠻的悠情的一面 不要一想到草蠻一定要快歌 那些 當然有 這支歌表面上是一支愛情的歌 一支細水長流的歌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說的一個 一個成全 很完整 一個成全